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iNews財經午報 我們首先來看看很多人都一直在討論的 日籍球星大谷祥平到底太太是誰呢 她自從宣布了婚訓之後 大谷嫂她的身份就引發了大家的好奇 星期四她是跟著稻齊隊準備要到首爾參賽之前 在Instagram分享了登基的照片 那麼上面是一個高挑的女性跟她親密的合照 那這個女孩子她就是日本前女藍球員田中真梅子 大家都認定她就是大谷嫂無物啦 就是這支現實動態影片讓稻齊二刀流 大谷祥平的神秘交期身份曝光 在白色情人節這天 準備和隊友搭機前往南韓的大谷 在搭乘的班機前 大方和一名高挑女性貼身合照 肢體親密程度讓大批球迷認定 必定是大谷嫂無物 同時一秒認出女子就是日本前籃球選手田中真梅子 這完全沒有意見 她自己也尊重了自己的意見 那就是這件事 就是這件事 在宣布結婚消息時大谷就曾說過 妻子很了解她的職業願意愛相隨 大谷嫂身份曝光的消息 立刻在社群媒體掀起熱議 現年27歲身高180公分的田中真梅子 在抖音上的一舉一動以及昔日在球場的英姿 也被網友在社群平台熱烈分享 不少人留言恭喜 大贊田中真梅子素顏也美 預期她和大谷會生下超級寶寶 採訪職棒消息的資深記者表示 大谷祥平就是體育界的泰勒斯 過去媒體從未捕捉過大谷和任何女性 近身接觸 這次高調曬恩愛 顯然是大谷有意結束各界揣測 自願揭露 愛其身份 在內新聞